你可能知道萧阳主演的《乌杀》 是翻拍自15年上映的印度电影《乌杀蛮天际》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乌杀蛮天际》也是一部翻拍作品 原版为13年上映的印度电影《较量》 经历三个版本的翻拍 都在能豆瓣上取得不俗的成绩 而就在去年 续作《较量2》已经上映 故事内容同样衔接《乌杀蛮天际》的结尾 在六年前 女孩失手杀死警长的儿子 为了保护女儿 大帅上野蛮天过海 将案子策划成了一场完美犯罪 并将尸体埋在了警局下面 由于找不到尸首 即使警察有所怀疑 但也是拿他毫无办法 此后的六年时间里 大帅一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是警局下的尸体 始终有被发现的风险 女孩也因为这件事 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经常梦到警察上门来逮捕她 妻子对此十分心疼 她再次找到大帅商量解决办法 但是这件事早已被禁止在家里谈论 这让妻子感到十分伤心 认为大帅并不关心女儿的情况 只得找到邻居倾诉 却一个不小心说漏了嘴 说出了尸体已经被转移的事情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邻居其实是警局安排的卧底 原来一直以来 警局并没有放弃这起案件 不仅安插了卧底 还在大帅家中安装了监听器 日夜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如今有了关键线索 只需要找到尸体 就能够给大帅定罪 可关键的问题是 他究竟能将尸体转移到哪里去呢 其实大帅心里也明白 警方是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的 于是他来到了警局对面 开了一家电影院 被地里装上了无数个监控 日夜监视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 双方的较量再次拉开序幕 警方率先出招 他们重启了当年的案件 对周围群众展开了调查 并悬赏50万卢比 只为寻找关键线索 但当年大帅就能做到天衣无缝 时隔六年又怎会留下蛛丝马迹呢 就在警察束手无策之时 一个男人的到来 给整个案件带来了转机 这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员 六年前因为过失杀人 在逃跑的路上 目睹了大帅的埋尸地点 此话一出警长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大帅这么有恃无恐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目标 放在自家警局上 随后警长命人绝地三尺 果然没多久 一具尸骨慢慢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个男人胆大包天 竟将尸体埋在了警局下面 使得警方六年以来毫无头绪 如今他们获得线索 挖开警局地面 随着尸体的骨架慢慢清晰 这桩僵持了六年的悬案 也在此刻迎来了转机 而大帅这边 通过提前布置好的监控 看到警局运出了一具事故 知道了埋尸事情已经败露 此时他也明白 下一次的较量 就是双方展开对峙了 很快 警长将他们一家抓回了警局 面对咄咄逼人的警察 大帅还是一如既往的说辞 六年前自己一家二号去听经 三号才回的家 根本没有时间杀人 可是男孩的母亲 却突然出现在警局里 她一如既往的强势 且咄咄逼人 而这一次 她直接将矛头对准女孩 质问她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儿子 女孩本就长期饱受精神折磨 一番逼问下竟然引发了癫痫 倒在了地上不停地抽搐 为了让警察将女儿 及时送诊就医 大帅答应自己能够坦白一切 只不过需要满足她一个条件 那就是单独准备一个房间 自己要跟警长当面交代 二人来到会议室后 大帅将所有罪名揽在了自己身上 声称当年以为遇到了小偷 不料却失手打死了富二代 过于害怕才跑到警局弃尸 警长当然知道大帅在说谎 因为他们已知的情报信息 这件事十有八九就是女孩所为 但是既然大帅承认了 就想着先把她送入监狱 以雪六年来戏弄之耻 剩下的母女三人在慢慢解决 于是接受了大帅的说辞 大帅就被正式逮捕了 第二天也即将接到法院的审判 而警局这边 警长还在和男孩的父母讨论着案件 他们原以为事情已经摆上钉钉 这一次终于能够一雪前耻 将大帅成功送入监狱 可随着一名白胡子老白的拜访 整起案件将再次发生反转 原来老白是个电影编剧 这天看到电视上警方逮捕了大帅 他急忙来到警局报案 原来大帅之前就找过了他 准备跟他合作拍摄电影 而剧本内容则是大帅原创 老白将剧本内容告诉了众人 一个富商之子措手误杀了议员之子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富商连夜将议员儿子的尸体 埋在了立法委员办公室的地基里 当时大楼还在建设之中 后来警察破获此案发现了尸体 富商为了保住儿子 选择投案自首 自己认下了所有罪名 而为了保护版权 他们将剧本写成了书 名为《误杀蛮天际》 并且是以老白为作者的身份 早在半年前就将书发行了 他们听完后不禁感到头皮发麻 这不是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吗 大帅如此明目张胆 究竟是有恃无恐在故意炫耀 还是另有图谋在准备着什么 前者太过张扬不太符合他的性格 但如果是后者 这番做法则是令人细思极恐 也就说明早在六年前 案件初步落下帷幕时 大帅就已经着手开始布局 静静等待这一次的较量了 警长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时法院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大帅还是在法庭上 翻供了 男人前脚刚刚在警局承认罪行 而后却在法庭上直接翻供 说自己是被驱打成招 迫不得已裁认下罪行 而男主的律师也拿出误证 这是一本发售于半年前的小说 名为《误杀蛮天际》 里面的犯罪手法以及经历 可警方提供的证据竟然如出一辙 律师由此推断 警方是在看过这本小说之后 以书中的手法为原型 他们在找到死者的尸骨后 故意大动干戈挖开警局地面 假装是从里面找到的尸体 随后又逮捕了大帅一家人 以他的亲女要挟逼他认罪 让大帅成为了替罪羊 而动机很简单 由于六年前的判断失误 警方在大帅身上丢失了太多脸面 为此才会想要搬回一城 至于警方提到的人证 律师主张作为刚刚刑满释放的罪犯 本身说话的真实性就有待考究 更何况还是在警方的巨额悬赏之下 犯人才出来作证的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原道的律师自然抗议这套说辞 觉得被告律师是在胡搅满缠 法官却在这时打断了他的便捷 因为他也认为这一切是有可能发生的 怎么可能有本小说 会准确地预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 就在双方争执不休之时 一个重磅反转的消息传来 也将影片推向了高潮 原来再一次 大帅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他早就知道事情早晚有一天会败露 所以六年前就开始了运筹帷幄 他一直在寻找年龄与男孩相仿 同样死于头部重击的少年 然后与守木人打好交道 等到尸体化成白骨 他就偷偷藏了起来 而这么做的目的 是因为印度有项规定 鉴定尸体必须在白天进行 正是因为这个漏洞 这具尸骨也为后来的偷天换日埋下伏笔 大帅事先与法医部的保安出好关系 等到男孩尸体被发现的这天 大帅立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尸体 随后找到保安 将其灌醉之后 来了朝偷天换日 还将男孩的尸骨带到郊外 用硫酸销毁 至此 所有证据练完善 大帅再一次上演了瞒天过海 法庭也因为证据不足 将大帅当场释放了 而在误杀瞒天际的结尾 男孩父母曾卸去伪装 以父母的姿态祈求过大帅 这也使大帅这一次动了侧影之心 留了一部分遗骨和一封信 交给了男孩的家人 虽然大帅再次赢得了较量 但是相比于以往 这一次的布局花了六年时间 女儿也饱受精神折磨 大帅深刻地明白 只要案件没有侦破的一天 那么这个枷锁 就会一直笼罩在他们身上 而下一次的较量 就变得更加凶险了 电影较量2 很好地承接了第一部结尾的内容 以横跨六年时间线展开了故事 结尾的反转 更是将电影推向高潮 看过《雾杀蛮天际》的宝子们 可以放心观看 因为除了演员阵容外 故事的衔接还是比较流畅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 国产《雾杀》的解说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